南宋的中兴四将当中 确实是有的人千古无方 有的人是愚臭万年 但是他们之间到底是有怎样的纠葛呢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了解我们中国南宋历史的人都知道 南宋有号称是中兴四大名将 知识哪四位大将说法不一 一般的看法就是岳飞 张俊 刘光世 韩世忠 这个说法来自宋朝刘松年 他画了一幅画叫中兴四将图 这四位大将死之后 还都为南宋政府追封为王爵 岳飞追封厄王 刘光世追封夫王 韩世忠齐王 张俊追封为巡王 南宋这四位大将各有千秋 实际上也分优劣 最优者肯定是岳飞 韩世忠 岳飞呢 我们都知道了中兴四将之首 他一直是令金军闻风丧蓝 韩世忠呢 见功赫赫 护主有功 刘光世和张俊呢 说句实话 应该是烂于充数 刘光世当时啊 就被称为逃跑将军 张俊的手下军队 当时就被老百姓称为自在军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这些毫无纪律 平常老是抢夺老百姓的财物 南宋在中兴四将当中呢 确实是有的人千古流芳 有的人是一臭万年 但是他们之间到底是有怎样的纠葛呢 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呢 当时就和奸臣秦桧 一起构成了岳飞的冤狱 而这个张俊呢 和秦桧啊 至今都在一块 在哪呢 跪在岳飞墓前 那个四个铜像 跪相之一就有张俊 张俊这个人啊 说起来还是岳飞的老领导老上司 那么在公元1101年 张俊16岁他就参军了 岳飞呢 是生于公元1103年 20岁呢 才步入军营 如果我们这么一算呢 张俊呢 绝对是岳飞的前辈 而且是他的领导 而张俊当统帅的时候呢 岳飞还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小孝 特别是牛头山战役 岳飞立功 当时张俊还挺欣赏岳飞的 在报告军功的时候 把岳飞啊 他的名字填在第一个 由此一说 我们就挺好奇 这个张俊和岳飞 他们两个人 到最后怎么越行越远呢 在梅老师我啊 开始分析之前呢 大伙别忘了啊 咱们这个多发弹幕 多多交流 岳飞被杀的消息传出之后呢 宋朝的使者洪浩 当时在经国 然后派人啊 持蜡书密信 急持回奏 非常惋惜地表示 金人所为福者 为岳飞 至已复呼之 助求闻其死 酌酒相喝 就是说经国人啊 害怕的只有岳飞一个人 都管得撑岳大爷 一听说岳飞的死讯 他们马上大开酒宴 举酒庆贺 由此可见 高宗赵国和秦桧 这对奸臣 奸帝的搭档 绝对是自毁长城 使得当时是轻痛愁快 千载之下 我们想起岳飞之死 绝对是扼腕切齿 为此呢 编撰宋史的元朝儒生 也很悲愤 他们怎么写呢 西汉而下 若韩鹏将冠之为将 待不乏人 求其文武全弃 人质并师如宋岳飞者 一代岂多建灾 史称观云长 通春秋左世学 然未藏见其文章 岳飞北拔 君治汴梁之诸仙镇 有赵班师 非自为表大赵 忠义之言 流出肺腑 真有中阁孔明之风 而足死于秦桧之手 盖飞与惠势不两立 使飞得志 则金筹可付 宋池可学 惠得志 则飞有死而已 西流宋沙潭道计 道计下狱 称目曰 自坏如万里长城 高宗忍自弃其中原 故忍沙飞 乌乎冤哉 乌乌乌乖 西湖岳庙 开始驻奸贼铜像 什么时候开始了 明朝正德八年 当时只有三个像 秦桧 他的老婆王氏 还有墨西谢这三个人 不久这三个像 就被犹人击碎了 痛恨吗 明朝万历二十二年 就公元1594年 当时的暗查赋使 有个叫范来的官员 又重塑贼像 添了张俊这个坏人 也让他在那跪着 因此从那开始 就形成了今天 四肩其跪的这样的格局 我们要知道张俊是第一个跳出来 诬陷岳飞的这样的一个小人 张俊这个人在南宋 并没有说特别显赫的军功 就是因为他长年以来 一直作为高宗赵构的护卫军将 反正是一大开门狗 淹死的是深得高宗宠庆 绍兴二十四年 张俊都死了好几年了 高宗造构说起他来 依然是非常想念 他当时就对秦桧说 武臣当中没有一个人 像张俊那样忠心耿耿的 韩世忠比起他来 都相差万倍 于是他很快下诏 追封张俊为巡王 我们要知道 宋朝对异姓功臣 最多指封曾二字郡王 对这个功臣 封曾这一字真王 实际上就是从宋高宗赵构 对这个张俊开始的 明朝在岳飞庙前 筑那个四贵巷 但那个四个奸贼的巷 旅回旅筑旅筑旅回 就一直延续到清朝 一直延续到现在 从这个侧面 我们就可以见出 中国人对于奸贼 他们的痛恨 对于报国忠臣 他们那种敬仰 是一直深藏于心的 宋高宗赵构 杀了岳飞之后 岳飞在他这一朝 始终没有得到平反的 直到宋孝宗一朝 岳飞才被一礼改葬 春夕六年 就公元一七九年 然后朝廷就追侍他为伍牧 到了迦太四年 就公元一二零四年 他就被南宋政府的追封为恶王 想当初 岳飞当时被收押的时候 是万念俱灰 百无聊赖 而当岳飞心灰一冷 就在监狱内部 以强而立的时候 穷凶极恶的狱卒还对他大叫 岳飞插手力政 我们想一想 在战狼出生入死 从来不动意的大将 当时是悚然听命 赶紧插手力政 西汉的时候 那大将周伯入狱 当时也受狱卒侮辱 因此他就感慨 武昌将百万军 也安之御吏之尊乎 岳飞大英雄 为南宋的高宗 还有宋朝的社稷 御血奋战这么多年 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确实让后人恶腕叹息 岳飞当时在御中 就在他死前一个月 宋金双方已经签订了合议了 南宋方面就称之为绍兴第二次合议 金国人就称之为黄统合议 绍兴十一年 就公元一四一年 阴历十一月 金乌珠就派遣 金朝的大臣肖义等人 委任他们为审议使 和这个宋国的使者 魏良臣一起来到江南 最终议定 宋金双方以淮水为界 求歌唐邓二周 及陕西余地 岁碧银捐各二十五万两 应许归子宫太后 这是史书中记载的 对这些条件的高宗造构 全部答应了 然后就定下议和的盟事 对于金国来讲 第二次黄统合议 比起第一次天眷合议来讲 南宋一方吃亏吃大 而且当时是南宋在军事方面 占优势的情况下 接受了这些屈辱的条件 依据这次合议 南宋就得把河南以南 怀属以北 大片国土 又拱手让与金人 而且第一次合议当中 南宋军臣觉得难以接受 那个遂贡 什么奉金国为政术 什么侧命等等事体 这一次呢 高宗一概都接受了 等于他本人就完全承认自己 是金国的 藩主国的这样的国主 向金国称臣纳贡 卑微至极 宋国使者呢 捧着高宗皇帝亲自欠字的这个盟书 去见金西宗 又谈到这个太后为事 应该现在把他送回去 那个时候金西宗呢 还是吊起来卖 故意还为难 先朝业以加此 岂可即改 先朝业以如此 岂可即改 那意思就是我们大金 先前没说这事啊 现在难道还按你们的这个盟约上说吗 宋国使者是再三跪情 磕头如捣算 金西宗呢 才勉强表示同意 然后就下诏就同意啊 把宋徽宗的子宫 还有高宗的生母为事放回去 与此同时呢 金人又提新要求了 非常过分 就让南宋啊 再把商周 以及战略要地何胜园 还有方山园 这些地方还割让给金国 出乎金国人意料 南宋高宗皇帝照顾特别爽快 马上同意 看到南宋方面这么大方 金国人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了 因此呢 金西宗立刻下令金无珠 迅速落实宋金边界的勘定 马上办妥照够呢 向大金称臣这些具体的事宜 因此呢 宋金双方在大打十五六年之后呢 终于实现了各自大喘一口气的 这个所谓的和平 我们从客观上审视 在金宋之间的黄统合议呢 你看宋朝方面称臣 纳贡割地 该现眼的全都现眼了 丢人丢到家了 最终啊 南宋到手呢 仅仅是那个为事 就这老娘们啊 等于是在金人祭宴中的服务多年 还为金朝的将领生过两个儿子 就是他的这个赵构的生母 这个为事 这个女人回国呢 也就使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宋高宗赵构呢 终于给他自己扯上了啊 一块遮羞布 这块遮羞布是什么呢 就是孝道 如今呢 和金国的合议达成了 又把岳飞杀了 宋高宗啊 秦桧君臣的非常愉快 在此之后呢 首告岳飞的啊 那个大奸贼张俊呢 还特意邀请宋高宗 秦桧和秦夕父子等人 那些大臣到他家里吃饭 这个饭局的菜谱呢 就被南宋的一个大诗人叫周密的 记载在他的那个笔记 叫《武林救世》这本书当中 而且记载的特别详细 当时参加宴会的 除了高宗和秦桧父子之外呢 还有同来的六名南宋高级官员 以及他们手下的那个中下级的官员101名 这其中啊 还不包括呢 宫内的侍从啊 以及其他官员的跟班 还有仪仗队啊什么那些人 当时的场面非常宏大 菜谱呢也令人眼花缭乱 甚至让我们今天人看来 是瞠目结舌 张俊这个人呢 是和宋高宗 秦桧一起陷害岳飞的小人 当时这张俊在江南啊 共有粮田一百多万亩 这面积比今天新加坡的国土面积还大 他每年收租米啊 就六十万弹以上 相当于南宋最富的绍兴府 全年财政收入两倍以上 而张俊家中的银子 都是堆积如山 为了防止被别人偷走 他就命令家里人 把他那些银子都筑成一千两一个大银球 然后全部堆放在院子里 这银球呢还有个名字叫莫奈何 什么意思呢 就即使是放在露天 你想偷他的人 要把这些银子拿走 你也没办法 所以就无可奈何 叫莫奈何 绍兴21年10月 张俊呢大排艳艳 根据《武林救世》这本书记载呢 这次宴会的流程啊 共分为出座 在座 正座 歇座 四轮 出座呢 就客人们进了门 先坐来歇息一下 这个时候要上七轮果品 每轮呢都是食余行 珍稀水果和精致果品 而后呢 就是宋高宗 在张俊的府上 举行仪式吧 封赐这位宠臣 然后大家洗完手 再上桌 就叫再做 这再做的时候呢 上菜品六轮 每轮约11行 总共是66行果品 接下来正式的宴席才开始 正宴呢 有下酒菜十五盏 每一盏都是两道菜 总共是正菜30道 光是吃螃蟹 就什么洗手蟹啊 螃蟹酿成啊 螃蟹青羹啊 还有什么油谋签 这四种吃法 最后那一轮就叫蝎座 这个时候呢 上28道小菜 当然了 我们刚才说 这四轮菜谱所记的 只是给宋高宗 一个人开的菜单 其他像秦会啊 以及其他随行大员的那些人呢 他们的菜单都不一样 从武林救世的记载 我们可以看得出 跟我们今天想象不一样 当时的人吃饭 参加宴会的 都是每个人的独座一席 说起宋高宗的菜谱呢 我给大家显摆一下 本来呢 是想爆四轮菜面 背了一天 梅老师呢 只背下了其中的 这个正菜的菜面 宋朝人吃饭呢 有点跟现在的西餐差不多 每上啊 这个一道菜呢 就配一道酒 宋高宗照够呢 吃这十五盏饭 等于就是喝了十五杯酒 第一盏呢 是花吹 唇子 荔枝白腰子 第二盏呢 是奶芳签 三翠羹 第三盏呢 是羊舌签 萌牙 赌炫 第四盏呢 是尊掌签 唇子签 第五盏呢 是赌废签 鸳鸯炸肚 第六盏呢 是鲨鱼筷 砸鲨鱼趁汤 第七盏呢 是善于惩祸 俄尊掌汤祭 第八盏呢 是螃蟹酿成 奶芳育蕊羹 第九盏呢 是鲜虾蹄子签 南炒扇 第十盏呢 是骑手蟹 鳄鱼蛤蜊 第十一盏呢 是五真签 螃蟹青羹 第十二盏呢 是纯子水晶签 猪肚嫁浆 第十三盏呢 是虾橙签 虾鱼汤祭 第十四盏呢 是水母签 二色锦儿羹 第十五盏呢 是蛤蜊生 血粉羹 从前菜到甜点 你看梅老师 备了一天 只能备出一个正菜来 至于别的 大伙就看那五云旧事 作者叫周蜜 百度一下 绝对看你琳琅满目 绝对你就想到 舌尖上的宋肠 由此可见 宋高宗这一个人 就是总计吃了 一百八十一道菜品 当然有的 他不一定吃 他看着 那需要讲一下的是呢 他给周蜜 记载菜谱里 这个盏盏的简称 展是有角的 是高角 盘是没有角的 那么这个张俊 宴请 宋高宗君臣 这个菜谱呢 和我们先前讲过的 东京梦华路 所寄的北宋菜谱香皮呢 确实是更加精细了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这个是北宋 亡国不久之后的事情 看这些君臣大乐的场景 哪里有一丝 国仇家恨的影子呢 享受着如此真凶美味 真也不知道 宋高宗这个人 是否会想到他那被金人折磨至死的父兄 以及呢 当时在金国喜怨的金院里 受尽凌辱他那些姐妹们 不知呢 他是否会一起 他本人被金国人抢走那王妃 还有他那五个年幼的女儿 由此论之呢 宋高宗这个人 绝对是我们中国历史上 一大忍人 一大坏人 一大自私无耻之人 宋高宗这个人呢 在位三十六年 他当皇帝 仅有两次出宫林姓大臣的宅邸 一次呢 就是这次到张俊 他的家里 另外一次呢 就是到秦桧的家中 宋太宗本人 能到大臣府邸里去吃饭 去见这个大臣 由此可见呢 他对张俊 这个第一个站出来 栽赃陷害岳飞的奸贼 是真从心眼里喜欢 那么日后呢 他到秦桧家里去 这也是他平成第二次 到大臣家呢 还真不是说到秦桧他们家去吃饭 因为当时秦桧已经不行了 临死之际 他前去探视 如果我们读过金史呢 我们就会知道 就在当时宋高宗君臣 哎 签订协议之后嘛 君臣以为万事太平了 就开始享受了 当时在京国篡位不久的 京国皇帝万元亮 有一次召见南宋使者 还故意拿出了宋徽宗去世之后 留下来一条玉带 假的假是的 交给宋朝使者 表示说呢 这个是我赐给宋高宗的礼物 他还告诉宋国的使臣说 此天水郡王顾物 今已赐如主 彼如主如见其父 并欲如主 当不忘镇义也 哎 他说的天水郡王啊 就是指的宋徽宗 因为宋徽宗呢 在金朝就被封为天水郡王 宋朝使者退下之后呢 当时经国的大臣 有个汉人叫张仲科的 还说 还对着万元亮讲 陛下西式之宝 轻赐可惜呀 这么好的宝贝 这么条玉带 哎 你又这么轻易的 就赐给了宋朝的使者了 太可惜了 万安亮当时一笑 江南之地 他日当为我有 此置之外福尔 有此感见 金朝帝王还有大臣 一直对南宋虎视眈眈 但是南宋君臣呢 却是发昏当死 就只知道 一而再再而三的 向金国奴艳避息 屈辱求和 南宋和金国 在第二次合议完成之后呢 宋高宗赵构 就把国仇家贩的彤彤 抛在脑后了 又跑到奸臣 这个张俊家里去聚餐 那么金国这边 又是怎样的光景呢 我们下集详细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官员的制服 标配白项圈是什么呢 宋朝官员上朝的时候 有个细节 我不知道大伙注意过没有 就大伙你要看电视剧 也就能看得出来 就说虽然他们的朝服 颜色不同 但是都会戴上一个白项圈 这样一样的东西 这个装饰呢 看上去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但它为什么要戴呢 实际上这个白项圈 有个专门的名字 叫什么呢 叫方心取领 这种东西呢 也不是宋朝首创 早在汉代就有类似的雏形了 到了宋朝呢 就成了当时朝廷官员朝服的标配 不过在当时也不是 那些官员任谁 都有资格戴这种方心取领的 那么这种宋朝官员 衣服上有白项圈 有什么实际作用 我们想一想 官员的朝服啊 肯定当时里三层外三层的 领口呢 就特别容易鼓鼓囊当当的不平整 而这种方心取领 通常是由白锣制成的 上圆下方的一种饰物 非常挺刮 又有质感 还有强度 戴在脖子上 它可以非常有效的把那衣领给压住 防止哪个地方戳起来 凸起来影响美观 其次呢 由于这个方心取领的末端是敞开的 尾部呢 还有两根绳子 穿好朝服之后呢 你可以像戴项链一样的 把那个方心取领带上之后呢 将尾部的绳子来掐到好处的寄紧 这样呢 这个人呢 因为有这个东西限制 他就不会有大的动作 能够保持仪态 这就跟呢 这个王爷皇帝带那个免流 那个意思一样 就是不能瞎摇瞎动 当然了 这种方心取领呢 可能还有一种邓身的意思 方心取领的形状呢 我们想是一个圆形领圈下面 连着略小的一个方形 圆呢 在古代代表天 意味着天命 方呢 就代表地 也就是黄命的这样的象征 所以说呢 这种这个服饰啊 契合古代天原地方 这种宇宙官 实际上 也在时刻提醒官员们 对皇帝 对皇命 要唯命是从 当然了 这种说法 是一种隐含的寓意 当然了 也有人说 这个古代官员 宋代官员 带这个方心取领啊 也有点像家属 但是这个 也是对这种人性啊 某种限制吧 没一说中国史 说这里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